台北市長慶廖前 鑼骨宣天 雄師歡慶 由鷹橋國小武師隊為徵末這場 中華天下父母心關懷促進會 和台灣快樂指導協會 攜手舉辦的祖孫節活動做開幕 現場聚集許多民眾共享盛舉 不只表演 各界人士紛紛到場從樂 八月份過去只有八八節 那麼這幾年大家開始推動祖父母節 祖母節這個意義其實非常的重大 尤其整個台灣朝向高齡化的社會 這個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對於這個長輩 可以說是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職場 那我對這個長輩從政的階段 大概有幾個代表性 第一個 呆完如老人聯金 是我在當立委 選立委的時候 開始推老人聯金 所以現在大家有看到有敬老金貼 還有這個老龍金貼 還有國民聯金其實都是那時候開始推 那麼我當現場的時候開始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那時候我們在台南叫做村里關懷中心 那麼現在這個制度被內政部把它變成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那麼現在全台灣很夯的叫共餐 共餐其實就是我們在台南就開始做的 那麼我是台灣興安會館 魅州祖廟台灣行宮的總幹事 今天恭逢其聖 所以我們請了我們美麗的團隊 我們的魅州女共同來參與今天這個盛會 那麼我們台灣興安會館 魅州祖廟台灣行宮 我們的媽祖廟所謂行宮啊 就是我們魅州祖廟為我們所訂名的 所以我們這個廟是來自於原鄉文化 今天我們看看我們的魅州禮就是來自於原鄉 可能台灣地區比較少有 所以我們藉這個機會也介紹給大家 這次很榮幸又在跟我們台灣快樂指導協會 共同舉辦我們的慶祝祖父母節的 感恩祖孫情關懷社會愛的公益慈善活動 這一次在我們中正區更盛大的舉行 邀請到各個公益團體很有榮幸的 邀請到我們的魅州媽祖廟台灣行宮也共襄盛取 一起推動我們的媽祖文化 然後呢還有我們的山水言文協會的理事長吳智慶老師呢 也共襄盛取帶領了大家走讀古庭的文史 也很感謝呢英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松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呢 贊助我們這場公益活動的舉辦 同時呢很榮幸呢有意見服務 就是有我們的新北市美容女子商業同業公會 以及呢我們的這些公益的志工們一起呢 還有亞太漫畫協會的理事長黃志勇理事長 他也是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一起呢帶領小朋友呢親子呢互動 折子偶環保短劇的一個製導致演 等一下呢我們可以看到一連串的精采表演 以及銀橋國小的舞龍舞獅表演 每年八月第四個星期日 為教育部推廣訂定的祖父母節 主辦單位為了鼓勵民眾孝親尊長敬老 在當天邀請民眾三代一同走出戶外同樂 牽起祖孫間緊密的世代連結與情感 並推廣人生在世常伴快樂之道而行 我們就是要推廣快樂之道在這個市區 社區啊跟以及學校啊我們的推廣 我們這裡面有小冊子有二十一條手折 對像第四條手折是愛孩子並要去關心 然後第五條手折是愛護你的父母然後幫助父們 父母這是我們快樂之道推廣的宗旨 那怎麼樣得到快樂呢我們裡面有二十一條的手折 那裡面都非常的簡單那我們今天跟天下父母心協會 劉佩玲理事長何辦這樣的活動主要是要喚起大家對於快樂的這個想法 欸怎麼樣可以快樂呢我們的第一條有講到說要照顧你的身體啊 你只要睡得好然後吃得好吃蛋白質吃有營養的食物 你就會每天就會有很旺盛的體力跟活力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欸這個好像是快樂的第一步喔 那我們配合今天的主題主要是要喚起我們每一個人喔 對家裡面長輩的一個關心 因為我們從小是有爸爸媽媽甚至是祖父祖母帶長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呢我們每一個呢能夠飲水思源 然後知道說欸我們從小時候到長大是因為家裡面長輩 祖父母啊爸爸媽媽的關心照顧慢慢長大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以前我們都會講說要孝順啊要聽從父母的話 但是在我們快樂之道裡面的第四條裡面 就是說要敬重你的父母親敬重你的長輩 然後你要幫助他們 其實幫助是一件每一個人都很想要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只是喚醒大家說欸幫助助人為快樂之本啊 大家不是都有聽說過嗎 這個是我們的第四則 那第五則呢家裡面的長輩 對於我們未來國家的主人翁對於我們的孩子 我們應該要愛他們 以前我們都會說不打不成棄啊 但是在我們的快樂之道的守則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長輩啊爸爸媽媽祖父母 對於我們未來的下一代呢 都能夠有一個愛心 然後真的看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把他們當作朋友來愛他們 然後這個是二十一則裡面的 重要的兩則我們配合今天的主題 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快樂 我這輩子看最多遍的書就這一本 看了二三十遍 我所有的同仁啊 所有的我的孩子啦 所有不管哪裡的同事 我都會跟他們講這一本書 它裡面有很寶貴很寶貴的生活的資料 讓你朝向快樂的生活這樣子 那真的是很簡單又好用的一本書 那我覺得應該全力的推廣 台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那很多長者呢是我們忽略的 因為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所以說因為中正區剛好有號稱 長壽村之稱 那我們教育部呢推廣呢 八月的第四週呢是主婦母節 那我們台灣通常都只有慶祝父親節母親節 就忽略了我們的長者 家裡的溯源 就是爺爺奶奶智慧的一個傳承者 所以說呢特別呢選擇在中正區的 古庭莊之稱的福德爺長青廟前面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幫長者呢慶祝祖父母節等於說 推廣敬老 尊老 愛老 所以我們今天呢一連串的活動 我們邀請到了銀橋國小 做舞容舞師的表演 為長者呢獻壽 然後呢我們同時有一連串的歌唱比賽 以及樂舞表演 給年輕人一個實現自我機會的舞台 同時呢我們也有我們的 表揚主父母的活動 我們協會長期以來都在推老幼共學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一系列的樂活課程 就是老人家可以學 小朋友 孫子也可以共同一起上課 互相學習 然後在譬如說一些環保手作的一些課程 摺摺手作的職偶啊 然後啟發他們去排一個 倡導環保的一個簡短的短劇 那長者就可以互相 就是在跟孫子互動的時候共學 或者是說現在很流行就是興趣培養專長 所以互動的魔術秀啊 或互動摺氣球的一個表演啊 那長者交小朋友的時候 跟老師一起互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就是家庭和諧的一個 促進的一個圈圓 現場攤位設置仿真動物合影 意見服務 免費美容課程輔導諮詢 及古廳文史導覽走毒等公益攤位 期盼增進家庭世代互動 多些相處時光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記者文君